6月15日 永不终止的蜜月 新郎怎样喜悦心腹 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当神向他的百姓行善 这不太像是一位不情愿的法官 对一位他认为卑劣的罪犯显恩词 虽然这个比喻也有真理在其中 倒像是一位新郎 对他的心腹展现爱意 我们有时候会对婚姻开玩笑说 蜜月期结束了 这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不能一直保持着蜜月期的 炙烈与爱情 但是神说他喜悦他的百姓 就像是新郎喜悦心腹一般 他说的是蜜月的炽烈 蜜月的欢愉 蜜月的活力 兴奋 热情 与享受 当神说他全心喜悦我们时 他要把他所说的这个真情爱意 带进我们的心中 不但如此 与神的蜜月是永不终止的 神有无限的能力 智慧 创意 与慈爱 他将会确定我们永远越来越美丽 他有无限的创意 来想出可以和我们一起做的心事 所以 在下一个亿万的千年世代中 永远不会有无聊 感谢观看